你們可以先開始 我可以穿衣服 我們其實今天想要討論一個主題 我們一直在想說 因為現在台灣醫療的表現在 台灣Can't Help 這個意念之下其實蠻彰顯的 我們是一群創作跟建築設計的人 所以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因為今年杜拜的這個世國館 疫情的關係到明年 那我們就想說趁這個機會 我們想到在明年的杜拜世國的地方 去成立一個台灣館 然後我希望透過這個每一個平台 把台灣的醫療生醫 或者是醫療建築這三個領域的東西 把它帶出去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想法 所以想來跟這個 所以你們跟主辦方談過了嗎 沒有 沒有 主辦方應該說 我們是能夠聯繫他們的總 社長 對 總之來他們他說 我們可以先聯繫當地的 譬如說房東 房東都是黃絲 那黃絲其實在杜拜裡面好幾百個 所以可以從黃絲那邊來找一個場地 那總之來這邊再做一個其他的協助 對 那其實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應該是出自於當時的五年前的時候 緬蘭世國 那時候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是 算是等於是鄉民去 觸及一個那個外在台灣 外在台灣前進緬蘭去的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其實也引起一些後面的效益 那他現在也是國教課本 就是還會講到這個章節 一個篇幅 那我會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在想說 其實這樣的台灣精神 他如果被複製 或者說有一個傳承跟永續的一些機制 那其實如果回到社不會來說 他當然世界上有非常多舞台 可是大概在地表上其實是以國家級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應該是第一個是奧運 那第二個應該是世界博覽會這樣 那兩樣都出自於大概都上半年歷史的概念 那其實我們後來覺得說 那世博會其實台灣出發呈現台灣以外 那其實對台灣人民的重要度 他會是在哪裡 你是想今天聊的這個事情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這個 台灣應該與世界同行 可是在博覽會這件事情上 他又當路是相交流的 OK 這樣我了解 所以世博 就是你們之前在明蘭的那一次 就是政府這邊有做幫忙嗎 當時是沒有 當時 以後都沒有 當時沒有 當時是還是 M19總統的時候 對啊 我知道 那時候其實 因為在那個年代 就是外交部對這件事情 是比較消極一些 所以其實我們 當我們出去不是為了去打擊他們 可是說 因為我們出去了 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台灣的社群正在蓬勃發展 所以那時候是一票社群 各種雜七雜八 各種議題融合在一起 對 然後就 激烈褲褲的大家就去 當然中間有很多意外 那只是說現在其實這件事情 也是第二個議題 不過在現在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 這個切片 2020 2021 的這個切片 對 那政府 它又應該要死 所以當時我記得 車管樓嗎 對不對 有各種不同的狀態 那這些狀態當然有一點打郵寄 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台灣管 對 所以你們現在的概念是說 要有台灣管 對 不打郵寄 以前那個郵寄其實也是 是象徵性的台灣管 畢竟也有管 因為它還是蓋了一個 對啦 還是蓋了一個台灣管 它沒有 只是它在主管單位上 它不在國家園區 它不會放在園區裡 它不會放在園區裡 但是它的背後的真相其實是 當時其實是有 邊列出台灣的區域 是嗎 對 只是說因為 那時候政府的角色 它沒有想要參加 所以自然其實就 這個區域就放棄了 是嗎 OK 所以這個什麼 就是 跟花博木相關 什麼之類的 那些是 就是等於 花博木是台灣 對 等於就是我們這邊 放 那但是他們那邊 本來有留 但是我們當時沒有去用 這樣子 花博館的那個概念 就是 我們把它當作 他們的後勤 對啊 但是那個在米蘭當地 其實它在 規劃這個園區的時候 義大利 其實是有的 只有放一個 真的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吸的那個坪數 還是300坪 那你 對啊 你今天不提我 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 這個是我們跟 義大利人交涉的時候 他們說 那時候說 他們說自己用 只不過說 他不是官方去 發記者會的說 因為 就規範單位來講 他就把司機組探開 然後做所有的 他覺得是國家的 然後就把他擺放下來 當然現在我覺得 應該 中國都會提醒 都會提醒說 希望不要再放開 是嗎 可是我們有在 按照維基百科 我們有 在你的名單裡 有 對啊 如果找那個 Expo 2020 至少 目前為止 台灣的上面 多擺 對啊 慣例上都是有 他都會先編好 然後至於 你要帶多少資源 參與 然後你正式的題目 是什麼 那就是跟 主辦聯繫 當然我們也 其實也想了解 如果政府這邊 其實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民間也是可以做 嗯 OK 所以 這個已經確定日期了嗎 它是在2021年10月 對 目前至少會有一個台灣館 但是 就是 到底需要多少外交能力的另外一回事 對 另外一回事 科大科小 OK 這我第一次聽到 所以我現在完全沒有概念 就是 我蠻高興的 上五年前的時候 因為 米蘭對台灣人的感情 比較 比較連結的起來 對 而且那時候題目是十五 對啊 所以台灣人很氣氛 我們盧肉飯應該要去 就看來 對這個 對 但是因為其實2021年的這個主題 比較難 難一點 它其實是 訴求 科技未來或AI的這一個方法 嗯嗯嗯嗯嗯 但這一塊其實 我們應該有某部分 其實是可以做討論的 我覺得台灣的某一些 數據 比如說 像比較致命的 我們健保 其實在 90年代我們就開始盛行後 其實我們應該有些資料庫 這些資料庫 甚至現在有人討論資料會 開放 給民間再利用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類的事情 可能我們還是有一些 相當程度的角色 就是我們現在的 醫療棚一些 呃成績 就是我們應該有一些看法 對 對 就是說連結思想 創造未來 這個當然還是 我覺得台灣還是有 只是說它不是那麼直觀而已 對 當然有一些 在杜白當地是非常喜歡 在視覺上看起來很科技 嗯嗯 因為他們的 產品上的喜好 其實是喜歡 高度科技 所以像 最近他們有那個 廢電警測 就是 真的他們就是喜歡 這類的未來科技感 我們可能會再看 就比較隱晦一點 嗯嗯嗯嗯嗯 OK 好 所以你們具體的 提案就是說 呃 民間還是會像 之前的一樣 有一個 就是大家都可以進來 但是有一個策展的主題 就是您剛剛講的這個主題 對 嗯嗯 然後主要兩個 一個就是說 想要知道政府的態度 是怎麼樣 就是各大各小嘛 到底喔 大也是小呢 對 這是一件事 這個我會問外交部 因為這個一定 在外交部裡已經有在討論了 嗯 對那外交部在我們辦公室 也有同仁制 他現在不在這裡 所以我會問一下外交部 住我們辦公室的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假設這個台灣 就是政府這邊也要做 那有沒有可能類似聯合策展這樣子嗎 就不是說 對 對 就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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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是說 當然如果說政府這邊 他還是 相對對對這個議題 就陌生 嗯 那我們相對有一些 民間上已經有一些 有一些經驗 像 嗯 嗯 好吧 那就是說 呃 你們現在這個是有 對外 就是 還沒有去 去目啊 什麼的 對 對 我們不起來上YouTube 又對外了嘛 對 OK OK 那我們大概時間走是這樣 因為如果說到初 這樣來看 是一年兩個月 所以其實我們在想說 其實在 八月的時候 我們大概有一些內容的 大概概規法指定起來 那其實九月的時候 可能就會發布 我們本來就 自訂一個九月底 或四月的時候 我們也會上群眾目指 對 他還是部分需要一些群眾目指的互動 嗯 然後像我們在15年也是有部分是群眾目指 然後大約是四年 OK 好 嗯 我目前大概 兩個想法 一個是說 呃 當然因為就是我們的國際 呃 訴求的關係 像我們推台灣CanHelp 我們並不是把它當作一個外交部的事情在推 對 而是 呃 就是任何人其實都可以是 就是台灣CanHelp 那 就連我們最常對外的那個網站 台灣CanHelp.us 也不是 但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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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覺得是 絕對是OK的 那但是 其實 外交部也 呃 花了很多時間去 調整那個訊息了 就是 因為一開始那個訊息 確實是比較中二 那 但是 我是說他們本來要登報的那個訊息 那現在是 18年 嗯 18年 我記得 是 是世衛 我們本來就是世衛 就是 對 對 世衛相關的訊息 它最早是叫 HELTS FOR ALL 台灣 CAN HELP 其實它本來是為了世衛設計出來的 一個 一個口號 對 但是 後來我們在 應該是18年9月 就想到說 沒有其實 任何 就是 永續發生目標 全部的 不是只有第三項 就是 健康 台灣都 CAN HELP 所以後來就把 就是 2018年4月的那個 HELTS FOR ALL 台灣 CAN HELP 前面先拿掉 然後就變成 就是全部的 台灣都 CAN HELP 然後就變成 我名片上的 UN GLOBAL GOALS 台灣 CAN HELP 對 它等於就 獲擊了 因為那時候18年 我們在日內 電話的時候 對 我們收訊資料的時候 就整個衛武部的口徑 對對對 但當時就只有在我們福部 那是到那一年9月之後 外交部才正式拿來用 然後變成我們所有的部會 因為每個部會 一定都可以對應到 某一項永續發援目標 對 那當然每一年可以有 不同的highline 像是18年很多的名片 那這是19年的 那所以 就說 題目是不完全一樣 那正面都一樣 對 那像 19年我們就主要是做 就是氣候變遷跟海洋 對 對 那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到應該比較是 路上跟循環經濟跟能源 對 就是說它的顏色 代表我們那一年做的SDG 因為它的色調就是七根 對 對 所以 我覺得 當然這個是 當時是衛福部 然後外交部 但是後來 像那個 郭佳佑他們 等等 就是都有 就是組成民間的之後 那這個就 忽然變成好像主要民間在用 那到現在 台灣Can't Help That Us 是全民間的 可是郭佳佑 你沒有名字都這樣 沒有它本來有發一個群母 它當時還沒有用 是一個就是應該是在折折嘛 它有一個那個暖實力 就是 就是它有的群母 它是做兩隻群母 對 第一次的群母 第一次還沒有用台灣Can't Help 它用的叫做和世界交朋友 對 台灣外交暖實力 立是那個日立的立嘛 就是這個 對 就這個 對 那也還算蠻成功 它等於把它在做公眾外交的 全部都就是抓起來 對 那時候我也被抓了 對嘛 你是其中某一個就是 對 那所以當時 只叫暖實力 還不叫台灣Can't Help 那後來我就 有跟就是暖實力 力量在提出來的那個 我沒有討論一下 我們就覺得說台灣Can't Help 直接就應該翻成台灣暖實力 就是翻它的意思 不要翻它的那個字面 所以當時我就 我還是第一個贊助 我買了100本 然後 我說第一個企業贊助 但因為企業贊助 我就可以蓋Logo 對 那所以我就蓋了這個 蓋了上去 對 從那個時候 暖實力跟台灣Can't Help 就連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個人 就是用自己的錢 這個 等於買了100本就可以 隨便蓋什麼上去 對嗎 對 對 那到後來 像現在台灣Can't Help us 我們就完全全民間 嗯 完全全民間 對 就是我們對台灣Can't Help us 並沒有任何控制權 對 就是我們這邊做了那個 就是 就是 你沒有去領的口罩的配額 可以 那個 可以貢獻出來 那那個我們也是公開資料 但是他在這個網站上要怎麼呈現 或甚至要不要進鑒 都完全是這個網站的那個 就是經營者自己決定 嗯 所以外交部隊 台灣Can't Help us 沒有寫入圈 嗯 所以這個是一個新的狀態 以前從來沒有過 那個狀態其實就是 政府還是會 推 但是他沒有控制權 完全沒有控制權 對 那我們不主導 我們就是 就是民間社群嘛 多幫利害關係 對 那這個創意社群 台灣當然是領先的 嗯 所以就是 當然不用自己去 就是 找自己不擅長的那個領域做 那反而應該是擅長的 就是各位擅長的這個領域做 嗯 所以其實應該用那個 社群做為 暖磁力的 對 就是幾乎全部可以靠去母中包 來可以達成 嗯 然後我們這邊等於 只是參與者之一 嗯 而且我們會 像我們跟台灣Canhub.us的合作 就是像 陳建仁副總統 也不是銀豆子這個網站 他是去找好好 錄一個課程 對 然後這個課程 再由這邊的指控翻譯 然後放到這個網站上 然後就看起來就 其實是蠻蠻有模有樣的 事實上是蠻好的課程 對 然後也有英文字母啊 等等 對 也有英文配音嘛 還有親自配音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是 新的模式就是 方向也是民間主導 那實際上 不是第一桶金 第一桶人 也是 也是民間主 那但是 我們這邊就是 只要跟我們的 下誓相扣合 那我們這邊就給resource 但是我們不會來控制 就是no string attached 就是我們不會控制這個resource 我們用 程序上大概是會 對 比方說我們成立一個 我們在牧場上做重蟲 對 所以政府它是可以直接在 投到重蟲的地方去 我自己是用個人 這一次是用個人 對 但是當然也沒有不可以 就是我們也是一個 就是這是一個 類似反向採購的模式 以前都是政府決定要做什麼 現在是民間決定要做什麼 那某些部分 一定要政府出來 那政府來處 所以也可以用這種角度去適合 所以也可以用這種角度去適合 因為其實那個 反向採購事情 對啊 口罩地圖就是這樣做 口罩地圖就是這樣做 是什麼標案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就有人想做就做出來了 對 因為訴求會比較貼近 剛剛還有一個特點 其實是那個 現在如果我們在 如果講台灣這一塊 其實真的能夠跟民眾舉個進步 所以這個畫面 其實對那個中東 或對歐洲很新鮮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 他們沒有辦法想像 對 不過這個想像 它能夠加分多少 當然我不確定 只是說 在東拜也許不是最 對 但是對於歐美國家 也許是很有價值 對 因為我們還是會跟他們來做 簡單的不可受 比如說不可受 我們大概想這樣做 那我們現在原本 我們既有的台灣 還沒有在桂華嶺 不過還有有 我們是如何去 Double Candon 這件事情 那需不需要政府 其實可能在他們的文件上 還是會需要政府 對 好啊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 反正我有你名片 對不對 那我就請那個 就是我們外交部的那位同仁 直接跟你聯絡 那他就是會確定兩件事 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這個算 在外交部叫推案 我們有沒有要推案 可大可小 是大安還是小安 那不管有沒有推案 那就是我們這邊想要 傳遞一些價值 如果跟你們這邊是 比較一致的話 那說不定用反向的 就是民間先行的模式 說不定是可行的 縱使外交部自己 本來就要推案 仍然可以採用民間先行的模式 那這個就是 請外交部的朋友去評估 這樣 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 你看 創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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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啊還有一些資料 好啊 那我們就聊聊第二個 project 那個施定創生的施定 那是一個在地創生的一個方案 就是說在地創生 現在我們的情況是這樣 在大概18年那時候 就是所謂的地方裝成元年 那後面當然其實有一些政治原因 其實是不是地方裝成不得之 那但是 台灣本來就有 placemaking的傳統 你以為他叫什麼 那都是 placemaking 對 但我覺得其實 所謂的邊際邊向這些 本來就還是寄存的客觀問題 所以這個客觀你 因為我們還是有認識一些所謂的投仁 那他們投仁裡面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方式是 可能導入一些產業的 有一些產業規模的東西 在哪裡啊 就是實定 或者是在宜蘭的草養 OKOKOK 那這個多數其實可能 無論是像雜學校或者是雜誌 他們也都在討論 那我們當然也是聽沒本質疑 只不過我們想要導入的事情是 其實是像現在農業上的一些在利用 因為說過去其實台灣的那個山葵 其實是輸出到日本是第一的 但是因為其實種植山葵的那一個土地是活有的 所以就是國家收回去這個土地 瞬間我們其實就沒有辦法種 那後來有一個 有一個單位其實他研發出那個 平地種植山葵 所以就有機會從平地裡面去增加 跟地方同仁的連結 產生新的農能的一個觀念 來種植這個地 平地上的產品 可是他還是可以垂直化的種植 所以他可能會是一個又一個的 一個有 稍微有一些經濟規模 因為他本來就是高經濟自己做的 他可能有一些規模 然後同時他也有訂單的對象 因為日本他們就會需要這樣 那這樣的話其實我們想去刺激 當地其實在經濟條件上的一些提升 同時他不會破壞他原本的地理 就是不會破壞他的地理 他原本因為現在其實 普遍的所謂的地方專生團隊本身 他們的所謂的活化當地 不非是把一個空間再活化 然後住在小旅行等等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他不會增加 他沒有機會讓整個地方的成長 因為他的經濟一定要開始長 然後社會的網絡其實 我覺得也沒辦法那麼健全 所以其實我們是想從這個地方開始導入 那那個地點其實我們一個是實定 OK 所以你合作那位是蔡忠良 就是三會達人 不是 所以平地中生團是另外一位 頭人是那個業家 在實定 OK 就是那個 我忘記他的那個標誌 種香菇 他有種香菇 然後清理我實定的家園 到垃圾等等 OK 看起來很厲害 非常堅毅的一個年輕人 OK 所以我比較沒有聽懂的意思是說 你們現在具體在幫他做的是 那個地方的產業加值 因為他有新的技術 這個技術轉移 對 把技術轉移到那一邊 然後由他那邊成立一個team 然後再來做未來這個三會的生產更衝 了解了解了 這樣聽懂了 第二個概念是他發生自學校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其實也來自於實定問題 也來自於義蘭超商社區 對 普遍的問題 就是他們沒有 他們大部分 有一些鄉村或漁村 他們離開 到時候離開他們漁村的原因 其實並不是經濟問題 是因為那個小孩沒有辦法 再獲得新的教育 對啊 所以他們就會離開 養小孩跟養老 我們也有在思考說 那這個方面 其實台灣教育部 其實有先行於世界很特殊的一個管道 其實就是所謂的那個自學 對啊 團體自學 然後後來發展團選 然後甚至是機構可以舉辦 這樣 那我們這一點也想連結像雜學校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直接在這些偏向 他可以去建立一個新的一個自學模型 但是根據那個當地地理 新的能穩去建構的 比方說如果也是宇春相關 原本的產業 他跟這個自學的教學內容 應該就要有關係 而不是從原本的 你要制定新課綱的邏輯做出發 你是通過地理的 或者方面去出發 這個原住民重點學校做到 原住民重點學校做到很久 但是其實大家忽略掉 像石定 或像草養 這些其實是都可以做 但是他可以有一個新的機構 直接讓這些混零的這些學員 哪怕是50位 哪怕是200位 那麼他們在混零的當中 他們的課程就可以因應台灣的這些地區 做一些買歸選式的這種教育的這些過程 這樣 那這個就有機會 那個當地的這個消費的還是有機會提升 這些提升就能夠去支持 原本這些地方創生 他們的某一些創意方案 現在的狀況是地方創意方案 他們沒有辦法去真正的落實 原因是那個經濟消費的那些對象 他是假設的 因為沒有那樣的消費對象 那但是如果你開始有一些教育人口進去的話 你可能家長也會過去 你可能家長也會過去的話 那你旁邊的一些零售 你包括住宿 或是你旁邊的其他的周邊的生活教育 就會有可能產生 那那個產生規模不是非常大的 那個產生規模其實是 還是小而美的 他符合原本的地方創生 想像的那個未來願景 就是我們想的一個教育切入點 因為一般地方創生 他反而不會提教育的事情 是是是是 我理解 這個那個晚期嘛 這晚期就是製品子 然後後來雨白群學 他們也是也是走這條路 就是完全把placemaking 就是其實我還比較習慣講射照 地方創生 跟跟 射照是好照的 對對對 placemaking跟 跟就是alternative expression 把它放一起 對所以我想不乏人這樣之想 這個是一個蠻有就是 蠻有綜合效果的一個想法 那即使是在大學 就是透過USR等等 其實傳統的大學也比較 願意往這個方向去開設 就是等於他的catsong 就是他的學位 相當於學位的東西 就是他對在地的impact 這樣 那這個尤其是 中南部尤其南部的 就是他 反而他自己做過產學的 他知道說就是placemaking 跟產學有什麼不一樣 那反而是就是比較 學術理論性比較北部的 沒有做過產學的 反而會不小心把他們 就是往產學方向走 但是我想 USR這樣做幾年下來 也看到一些model 那跟社區大學 或者跟自學團合作 這個model他還是 他的法條上還是 總教育部的自學法條 都可以啊 其實因為你自學的那個法條 它正式的名字叫 實驗教育三法 那他一路可以辦到實驗大學 對現在可以到大學 對那 那同樣的那實驗教育是一邊嘛 那另外一邊叫教育實驗嘛 就是新科綱的那些東西 那教育實驗同樣的 他可以上門課程根本在校外做嘛 就是他也不受到特定的地點的限制啊 那所以就是那當然大學自主 所以在大學這邊他更可以開部分系 或者是他就是以他在社區的風險作為他的 因為他跟的其實是去用實驗方法的那個機構 就是這兩種都可以 這兩種都可以 就是說你可以在體制裡 但是你的一部分的校本課程或加成加廣 去跟你在地的別的實驗機構或隨便什麼一起做 那反過來其實你在實驗機構 你也可以有一部分運用就是管型 就是體制教育的資源或者是空間 現在這兩個就是結合的還比以前好很多 星課剛是等於Push體制這邊一定要跟外面結合 不然他加深加管開不起來 對 那原本在採取這樣的方式 這一個學生的那個規模大概是怎麼樣的程度 就是像華德夫就不小 華德夫超大 所以就是從很小的高很大的都有 這個跟一般學校是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最近討論的兩個 兩個是很好的 一個是極為遠的杜白在想台灣價值 另外一個是極為台灣深入內部 好不知名的一個地方創生 但是這兩件事情 我們覺得是台灣現在當前面的一個課題 都完全同樣 因為台灣價值在實驗上去又是什麼 我們怎麼做 那台灣內部其實又如何 大家攜手中已經走向一個未來 他怎麼做 這個是現在台灣當前的一個魂景 嗯 對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比較深入的談這個 對 其他人都還在封城 所以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 台灣現在就是突然之間好像不像以前有那種 Niferality Complex 現在突然沒有了 現在突然我們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一樣好 說不定有些地方更好 那所以 所以本來 嗯 就是比較是追隨著的那個角色 那現在可以說是完全擺脫掉了 對 那當然擺脫掉了 我覺得完全擺脫掉了 就是我完全 就是以這個國際場合來講 對 就是我們 有一個很明確的主張 那這個主張並不是靠著 誰的主張 台灣在裡面一個代工的角色 嗯 而是說 台灣Can't Help 那不管是 Global Growth 台灣Can't Help Health for All 台灣Can't Help之類 那這個並不是說 你要先加入哪個陣營 或怎麼樣 那我們才來幫你 那事實上 不管你在哪個陣營 我們都有可以學習的事情 對 那我覺得支持外交部門 嗯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轉向 因為 在就是你上次 就是提到的 就是 WHA之前嘛 2018以前 對 你看2017的狀況 那個完全是台灣Can't Help 對 就是一個非常悲情的 然後 邊垂的 然後 好像就是 這個要維持尊嚴都不容易了 對角色 那可以 衛福可以在一年之內 就把那個Message完全轉過來 變成是 你要是沒有聞的話 你們的健行的計畫 2030計畫 都沒有辦法達成 那台灣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幫助者 那等於我們獨立於WHO之外 已經釋出了自己的模型 就是領先於WHO 所以如果你不來學習 你很損失 的這樣一種Message 我覺得 至少在醫療上 就WHA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是 相當成熟 所以 It's a good message 那當然你說另外16個SDG 也許沒有成熟到那個程度 但是我覺得這是總方向 那每一個部分 像就是 剛才我們有提到的教育 SDG4 或者是我們講 Placemaking SDG11 或者是循環經濟 SDG12 那這些部分當然 還沒有像SDG3摸索的那麼清楚 但是至少SDG3給我們一個Template 所以說就應該這樣子 對外講 嗯 其實你剛才講到那個循環經濟 剛好我們最近也在灌營 在工業區 嗯 我們也在負責運營 有關循環經濟的這個會館 大概3000多坪的大小的會館 這樣 從地方改建 一直到地方運營 到展覽 到活動 到藝術駐村 都要能夠服務 那個暖化變形 就是那個什麼環保科技園區 對 就是加入科技那裡 對啦 就他隔壁洞 對 那邊就是 就是要運營這一個 還沒有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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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科路331號 對對對 在那邊其實 我覺得政府在這邊 還沒有那麼想的那麼清楚 但是大方看就是他們覺得說 循環經濟是一個 為了要推動的一件事情 零費期啊 能支援全循環 所有製造業變成 買 subscription 對 大方向非常清楚 這跟GoGoGo一樣 怎麼去那邊 沒有那麼確定 對 路循不清楚 路循不清楚 但目標就是那個 其實循環經濟目標是最好講的 對 因為它就是零費氣 零費氣零零碳排 任何人都會講 對 但是 主要還是我覺得 就是大家 習以為常的一些 好比方說 不是買產品送服務 而是買服務送產品 的這些最基本的心態 要做一些調整 這個其實還需要一些時間 對 管理服務送產品 這個管理 因為現在一般的消費 還是希望買到東西 對 如果它沒有換到東西 然後不覺得燃車消費 但是服務本身 應該就是一個 產品肯定 對 是 當然這個要時間 所以才還有十年 2030還講 對 對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比起數位轉型來講 更 pervasive 數位轉型 碰到的還是特定的sector 但是 循環的話它 如果不是就是路邊每一個人 都改變它的 behavior pattern 的話 全循環大概是不太可能達致 對 所以這個是很需要設計來想一想 就是social design 就是怎麼樣去設計大家能夠親近這種想法的地方 嗯 嗯 有 要問的 有沒有 嗯 OK 好啊 那所以事博的事情 我就請那個 小婷再跟 好 那就如果問到了 就直接E-mail給你 OK 就E-mail那個姓家 對 可以啊 可以啊 我 這個 我們有 背面不一樣嗎 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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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謝謝